各位观众插播最新的消息 监察委员洪德玄 吴丰山 下午是二度约巡了检查总长黄世民 约巡时间长达两个小时 而且监委比对了黄世民 跟其他被约巡人士的说辞 也了解了黄世民向法务部 监听小组报告的内容 跟黄世民对于被台北地检署 泄密罪整个起诉的说法 这是我们掌握到的一个最新消息 那么再来关心的就是 因为监听又泄密 检查总长黄世民宣陷风暴 而今天在立法院 民进党立委邱毅盈 突然间就播放了一段 黄世民打给特征组 带发言人张静峰的通话录音 当场一让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 莫非黄世民自己也被监听了 而事后查证才发现 原来是黄世民四号到 这个立院的司法法治委员会 背询的时候 休息时间忘了关掉麦克风 结果讲电话的内容 全部都被收音播出 而通话内容又引爆了 公器私用的争议 五号内政部门直询 民进党令委邱毅盈 公开播放录音档 被录音的对象竟然是 检查总长黄世民 而这段更加耐人寻味 黄世民口中的静峰兄是特征组 代发言人张静峰 通话的目的是要求张静峰交代特征组 检察官协助会诊 他个人官司所需要用的卷宗资料 令人好奇的是这段录音档如何取得 莫非黄世民也被监听了 这次立法院的系统收到 这个不是我去透露的 私下通话怎么会被立院 转播系统录下 画面显示是十一点零二分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 谢谢两位 担心什么 担心真相被发现 好 现在休息五分钟之后 再继续寻找 这四号司法法治文会的拍摄带 十一点准 也是黄世民打电话的 前两分钟轮值主席 吴依珍宣布休息 注意到了吗 麦克风的红灯仍然亮着 十一月四号十一点零二分 黄世民就坐在这个位置上讲电话 被眼前这只大约距离两公尺 左右的麦克风收音收得一清二楚 但他其实怪不了别人 因为在休息之前呢 就是他本人以及法务部长罗英雪 同时站在背询台上背询 而结束时两个人都忘记 关掉眼前的麦克风 就这样黄世民的通话内容曝光 于是又再报公器私用的争议 还有令委冷嘲热讽说黄世民爱监听别人 冥冥之中自有天数 真的不要 不信邪 东森新闻主长周嘉好 在台北报道